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因此在面对新庄地区一南准备入伍的前夕 新任区长李振兴一大早也和家长到场来欢送之外 同时也勉励这群一南在入伍的这些期间 要不断的自我学习才会有所成长 新庄区一南入伍受训之际 都可以看到许多家长到场欢送 新任新庄区长李振兴一早也到现场 并表示入营当兵是荣誉也是长大成人的象征 希望一南入营后有任何需要公所服务的事情 都能及时反应他也会尽力协助处理 各位都不用担心 其实在我们的军中对大家的照顾都相当的好 那么今天各位从板桥火车站出发之后呢 一路上有我们公所的同仁也会陪伴你们 然后会很平安的送我们各位到达宜蘭金六节的营区 那么到达营区之后呢 我们会把你们在之前座谈会所留的电话 我们会用简讯来通知我们所有的家属 向各位的家属呢 报告我们的子弟已经平安到达 公所人员在欢送时再次提醒他们一定要特别注重 饮食卫生及个人健康管理 适时补充水分 若训练时感到身体不适 要立即反应寻求干部协助 并且一定要抽空多余家人联系报平安 你们如果有空的时候 要记得打电话给阿公阿嬷 打给爸爸妈妈 打给你的好朋友 告诉你 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是很平安 然后让他们了解你的情况 提醒义男若服役期间遭遇任何困难 都可以随时向区公所或单位反应 公所这边也会全力协助解决关爱之情 让义男倍感温馨 永家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导